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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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拿茶葉來講吧 今天我先跟大家講講什麼叫做 我人 我人聽過沒有 我人叫做權政 麻煩你坐下來 不要這樣子每次跟無頭蒼蠅一樣 權政 我人的概念跟股票很像 但它不是金融產品 我先在這裡先跟大家講 你們各位在市場上聽到的 我人這個名詞 大部分都是偏向於金融 德西亞這些東西 其實它不是的 這個我要先事先跟大家講一下 我人最大的幾個控制點是什麼 首先第一個 我們叫它A好了 首先第一個 是對於企業本身的 是對於企業本身的 比如說你的企業叫什麼名字 我的辯名 研濟財產業中心 研濟是吧 研濟 研濟是吧 那麼 當你研濟今天要找資金 要找partner 要找合作的時候 我想問你一句話 你的partner 你的投資方 要不要對你進行調查 最基本的嘛 沒毛病吧 我今天要買你的房子 我得對你的樓盤要了解吧 沒毛病吧 那我人是什麼 我人是首先先把這個企業 在還沒有發佈 還沒有對外以前 又或者是說我還沒有名以前 我先做了幾樣東西 首先我做了禁職調查 我請樓盤要對你的企業進行調查 那你可能要問我 教授我找樓盤要花很多錢吧 我告訴你 兩百多美金 能不能承受 兩百塊美金貴不貴 不會 不貴吧 你外面隨便找個樓盤問一下 沒有個兩萬以上他不會跟你做的 這是第一個優勢 小到一個財業店 大到一個你的房地產開發商 都會面臨這個問題 再來 財務審計 你找一個會計師財務師 給你做一個財務報表 要上市了 做個財務報表 你說沒幾萬有人幫你做嗎 沒有幾萬有人幫你做嗎 好 現在我們按兩百塊錢美金 就有一份報告你幹不幹 這個叫我人的優勢 那當然除了進食調查財務調查 還有很多很多的審查工作 我們把它總total吧 total的成本 我們講total cost就是一千美金 你就可以上市了 可以擁有屬於自己的很多事物的精準報告 你幹不幹 沒理解你幹不幹 幹 好這個已經了解了 再來 我的企業接受調查完以後 OK是合格的 Yeah pass合格 那這個時候我是不是有機會怎麼樣 去跟大眾市場交易 就跟你的樓盤一樣嗎 我的樓盤要政府來調查過吧 我的樓盤要有精算過吧 我的樓盤的每平時多少錢 我得要有人來認可過吧 來估值過吧 這所有一系列做完你才可以怎麼樣 買賣嘛 好 B 我人裡面有很多很多不一樣的 可以做成我人的東西 比如說教授這個人 挺帥的齁 拍拍照片也不錯齁 我的照片一張賣五塊 有沒有人要 可能路邊攤會有人要 我就是一個個人IP對不對 我這個IP值不值錢 我這個IP也能做成IP我人 明白了嗎 第二 你的茶葉 我就拿你的茶葉做比喻吧 你的茶葉 比如說我這一次的無人包裝 我要包一萬份 一萬斤好了 我要包一萬斤的無人 按照每一斤每一斤來賣好不好 好 可以嗎 可以吧 可以 好那你告訴我你的零售價一斤多少錢 怎樣算 隨便 隨便找個產品就好了 我們比喻而已 零售價 馬幣還是 對 馬幣 300塊啊 好我們按100塊算 好記憶點好不好 美金100塊錢 假設美金100塊錢的東西 你跟昆明去進貨 一氣都幾百斤幾百斤而已吧 你不會下上萬斤吧 不會吧 因為要成本嘛 他會不會先給你東西再給他錢 不會啦 先看到錢看到合約才會給你發貨啦 對啊你走到全世界哪裡都是一樣的道理 如果 如果我想講如果 你先把這個一萬斤拿回來了 就表示你一定有市場嗎 不一定 我們先不要講沒有 我們先不要講有沒有只有不一定 我們稱之為什麼 問號 這是我們傳統的做生意方法 我進貨賣貨進貨賣貨的傳統方法 我認可好相反 我認是我可以在座的來 你給我一個Sample 這是你的茶是吧 不是 不是喔 你帶茶了嗎 你專門帶了一盒來送是吧 那假設這個茶我們打開了給大家看了 蠻好的 然後一人一杯 你們嘗嘗看吧 都朋友 我們嘗嘗看 不要賣 我不想賣 你去嘗嘗看就好了 可不可以 我告訴大家 現在我的零售價是一盒兩百塊錢 一百塊錢好了 按一百塊錢來算 現在給我下order的 提錢給我下order的 六個月前下的 你只要二十塊錢一斤 有沒有人要 要有 要吧 這叫我扔 到了六個月以後才會給你貨喔 可是我們現在手上拿了一百斤的東西 假設美麗姐說沒多少錢二十塊 買一百斤嘛 兩千塊 假設兩千塊 她手上就有一百張你的什麼 兌換券 我現在不講電子了 我講傳統你可能比較理解 我們的這個雲藝的科研 啪 蓋章 以後這張票就到我店裡來換 時間到了我就可以發貨了 請問你 你現在資金回來有沒有 可能貼近你的成本 我講開玩笑的話 可能貼近你的成本 可是你跟雲南那邊去下貨的時候 你可以告訴他 我先給你錢 你六個月以後再給我貨 他開心壞了 可能抵抗是五折五折五折 我沒講錯吧 換一種思路來做生意 這是我扔的最大優勢 再來 他手上有一百斤啊 這一百斤的茶葉 可能我送你兩斤 好朋友 你哪一天可以去他們店裡拿貨 可以嗎 可以嗎 這個茶已經炒得很火了 因為這大價都是一百斤兩百斤的 這個市場上已經火了 我搞二十塊 沒有啦 現在沒有二十塊了 馬上就剩下三個月拿貨了 對不起 一斤五十 你要不要 不要就沒有了 因為他市價是一百 懂我這個意思嗎 他到這個時間了 他手上的二十塊變多少錢 增長了多少 我沒算錯吧 好 時間到了 大家都去排隊了 老闆 你這個一百塊一盒的給我拿一盒吧 零售價 對不起 不賣給你 不賣給你 因為我的商品都人家定死了 我一盒也不能賣 這個叫我扔 你約定了這一批茶 只有一百斤的話 你只能賣一百斤 所以我們剛剛有講到幾個重點 第一個 當你手上先有錢的時候 你好不好做事 比你掏錢然後去買貨再回來再賣 賣還不一定賣得掉 我沒講錯吧 房子也是一樣 要不然怎麼會有預售房呢 是這個道理吧 這個叫我扔 那首先 我今天要掏錢給你的時候 我要怕一件事情吧 你兩夫妻會不會跑路 你怕不怕 我們講實在一點 我們不用顧及人情 上課就是這樣 我們實在一點 你怕不怕 可是他的企業 他的商品都有合格的 有律師事務所 有財務事事務所 有淨調公司 有擔保公司 有什麼什麼什麼都有了 你還怕嗎 這叫我扔 我扔首先要保障什麼 保障每一個企業的資格 是合格的合法的 誰來做 教授來做你就相信啊 你不相信啊 有lawyer的章 信不信 我只信百分之二十 有財務審計公司的章 你信不信 再加二十 有信託公司的章 信不信 再加二十 這個叫 這個叫什麼呢 這個叫我們所有的信用的累積 我可以明白的告訴各位 在馬西亞你看不到這樣的東西 看不到的 有人敢跟你擔保嗎 有人敢先把錢給你嗎 他會直接答一句 你做money game 沒錯吧 那我們先換一個角度 首先 當我們的企業安全以後 什麼叫安全 就像我們股票市場一樣 我們大碼不是有股票市場嗎 你看編號001 美麗姐大企業 002帥哥姐大企業 可不可以 當你看到在這個官網上 有這個名單的時候 你安心了沒有 大家都安心了吧 那對於企業來講 我先拿到錢了 我好做事情了吧 對於傳統企業來講 你可能會面臨幾個問題 首先 我不管你這個錢自己的 還是借來的 不管有沒有成本 就是說你自己的錢 我放銀行也能生錢嘛 生的多更少而已嘛 我借給別人也能生錢嘛 我做其他事情也能生錢嘛 這叫錢的什麼 成本 那今天的所有消費市場 都幫你把成本都消耗掉了 你覺得這生意好不好做 嗯 好做嗎 好 今天我們再回過頭來算一筆帳 假設 整個 整個交易市場當中 我們剛剛有講過 是要先有機還是要先有蛋對不對 任何交易市場不都是這樣嗎 是先有機還是先有蛋 是先有茶葉還是先有客戶 你也不知道 我知道 我沒講錯吧 對於你現在來講是必須要先有茶葉 不然你沒有客戶 我看不到你東西嘛片子 可不可以 好 我們先做一件事情 我們大家先來做一件事情 我們來找企業 我們家也不要多啦 我們一個企業收五百塊錢 我現在講的都是美金計算 全世界我們都一樣 每一個企業都收五百塊美金 加 剛才講的Loyal 200對吧 財務讓你八糟了 我們給它的總Total cost 按照一千塊錢來算 好啦 這個企業就按照我剛剛講 這個企業已經完成了審查的工作了吧 有一個合法的標籤了吧 有這麼多的背書單位去做了吧 這樣的企業有沒有人做 我告訴你明天就開始排隊了 你只要開始有這個事情 明天就天天來聽了 美理姐今天天天以後就爆滿了 那你可能要問我啊 教授 我給美理姐幹這個事情 我賺什麼了 沒毛病嘛 要問嘛 這個很簡單 這個不用Untertable 做這種公開的事情 一定不能Untertable 一定按照規則來 規則是什麼 我等一下就告訴大家 首先這個你不能動 沒水 沒關係 沒關係 首先這個你不能動 原因很簡單 這是人家Loyal的 你又不是Loyal 你也不能掙這個錢 你也沒有這個資格賺這個錢 你不能分人家錢 這一千塊我們就給Loyal 給財務師 給會計師 給跑腿的 跑路的不算 跑腿的 給這些人要不要 要的 你要專業嘛 正常你可能一萬美金 都拿不下這些證照對不對 現在一千就拿下了 給人家賺嘛 我們一分錢不要 這500怎麼分 它是公開的 一個國家 它是這樣子 首先交易中心 是拿走了50% 不過分吧 因為它要做很多事情 要幫你們做system 要幫你們做撮合 要幫你們找投資商 要幫你們找買家 對不對 這很合理 50% 國家級的 像馬來西亞 假設馬來西亞的交易中心 服務中心 它可能就會拿50% 一半一半 一個國家一半 一個平台一半 一個國家一半 合理吧 再來 城市 城市指什麼叫城市 比如說Petron 比如說三威 這個叫城市 不是大到整個吉隆坡 不是啦 不需要 按趨正來 它拿多少呢 它就從這裡再減掉 百分之四十 那相當於 這個國家只掙多少錢 10%對不對 沒錯吧 因為它放40下就給城市嘛 再來城市下面是什麼 專員 專員拿多少 專員是25% 那你告訴我城市賺多少 50 是不是等於多少 15嗎 那這樣是不是百分之100就出現了 好 再簡單講吧 就拿這個 500塊太不好算了 我們乘以2吧 今天美麗姐拉了兩個企業 來做這個事情了 美麗姐可以掙多少錢 假設我們現在是最底級的一個 一個人掙多少錢 你能告訴我嗎 25% 25%一千塊是多少 250 250 我們在台灣一個專員 只要接受過培訓有證照的專員 這要考試的喔 不是你任何人都能做這個事情 考過試的專員 平均一個月可以做10到15個人 10到15個 那你幫我算一下 一個月它能掙多少錢 2500 2500是多少碼幣 10.2 1萬桌 你算一下 1萬桌 1萬桌對一個平民老百姓夠不夠 夠 夠 夠不夠 不 我還沒算15個 你按10個就算了是吧 對 還有呢 還有你的商品上市以後的銷售額當中 是要配股的 什麼叫配股 比如說你剛剛不是提到你那個叫財業嗎 我們剛剛不是講的 比如說財業 財業我們是一斤100塊錢對不對 對 這是上市價對吧 那原始發售價是20嘛 我們剛剛講過是20塊錢一斤嘛 對不對 那這個時候 他們如果先 事先有這個權力先買你的原始的時候 這中間差了幾倍 你幹不幹 我說一個不好聽的吧 他倆就騙著 我拿不到錢啊 我的錢也沒漲 我可以拿這個東西跟他要貨吧 你必須給我貨吧 沒有你明天坐牢 對嗎 他倆真的跑了 警察也在找他們了 你不要忘了一件事情 我們有擔保公司 有肉依爾 有財務公司 有信託公司 有管理資產公司 你怕嗎 這叫我人 安不安全 好 現在我們看到的只是用票來說事情 當他後面會上一個K線圖的時候 假設你的財 你也上市了耶 也有科線圖 也會漲會點耶 我可不可以在上面交易買嗎 可不可以 對你來講有損失嗎 對你來講有損失嗎 對你來講減便宜了沒有 這就是我們顛覆了傳統的銷售方法 跟銷售模式來做這個事情 它跟金融有關係嗎 沒有任何關係 我可以明白的回答你 沒有任何關係 不要去套用現在的金融管理辦法裡面的條規或法律 來靠它 靠不上來的 它是商品買賣 它是全部接受的六大單位的監察機構 如果監察出來的有報告的你怕什麼 我可以開個玩笑嗎 沒有後半段 就拿你的店來講 我們沒有後半段 我現在不賣貨吧 我先把你合格掛牌掛上去吧 花一千五美金你幹不幹 我先讓自己有牌吧 就開個玩笑這門打開 這外面多少證照啊多少牌 你還插這一張嗎 明白我的意思嗎 你進到你的門口 進到你的店買東西 你們家怎麼會有律師認可幹嘛的 你家怎麼會有財務司的報告 你家怎麼會有誰誰誰的簽證 你起碼多了幾張 六張 專業機構的什麼 這秘書力夠不夠 強不強 更何況你用門口貼了一個牌牌 ST1110 上市編碼 一千五百塊錢上市你幹不幹 我昨天跟一個上市公司 他叫什麼名字我忘了 他是做那個Payment Gateway的 一個上市公司的老闆去酒店找我 聊完這個以後他說 教授我早知道有你這個 我就不要去拿STAR啦 我在馬來西亞自己弄弄就好了 也不要花什麼錢 我可以弄一百家 我說對你聰明弄一百家 那以後慢慢會變成什麼 變成假設我們的 又在馬來西亞很廣泛的時候 老百姓會有一個習慣就是 他們家沒有一個安全的認證機構的時候 沒有這個標籤沒有這個logo的時候 他敢不敢來消費 不敢來啦 結果說你有沒有價值 那個時候我可以告訴大家 這個不會長 這個也不會長 但是會養成一個習慣 你們家查有沒有那個logo 你們家查有沒有我認得認證 什麼叫我認 我問對不起我不跟你買辦了 以後會變成這樣子 台灣現在已經慢慢變成這樣子 在台灣叫做綠色的小標章 這綠色的小標章代表什麼意思呢 就是商品已經經過了綠色驗證的 馬上還要再推一個我認的標章 這我認的標章表示什麼呢 這個企業是零 就是零污染的 沒有這個負面的沒有黑紀錄的 你說做生意這個重要嗎 尤其我們華人的世界 老外我們不談 那些講ABC的我們不談 在華人要不要有很多名 要不要有很多背書 要不要有很多公信力 好啦 這個500美金裡面還包含什麼 還包含了一套3D的VR系統 Free Free啦 免費 包含在這裡面 只要是企業家可以免費使用這個3D 什麼叫3D 我到你店裡面以後 我不用到你店門 不用上你的店去啦 我只要在手機上我就可以看到 你店裡有誰在買什麼東西 賣什麼商品 我可以360度的看 720度的看 我直接下order 往旁邊 我也可以一個按鈕 比如說你在店裡看店對吧 我可以一個按鈕 小帥哥 那個第二排第三個那個商品 現在賣多少錢 我看不清楚你給我拿起來 可以 能不能交流 有沒有比Zoom厲害 有沒有比Wasset好用 唯一的缺點我一直想講過 我說我在教學的時候 我一直在講一個道理 我說科技可以給人們帶來方便對吧 同時也會給人帶來什麼 不好的地方 你以後就不能帶女朋友去櫃台買賣了 要不然你兩個抱一下摟一下全世界都看到 這就是她的弊餅 對吧 當然你不會這樣做啦 要不然就後面廁所對不對 開一個玩笑 所以我認識什麼 我認識一個 我們叫good的標籤 好的標籤 我們要把每一個商品好的商品 把它爐找出來以後把它貼上好的標籤 讓老百姓跟消費者可以一眼就看到 不用看了好的 無非就是要驗證這個碼是真的假的而已 那現在碼真的假的很簡單 把QR Code碼一掃不就好了嗎 它馬上就跳到我們的系統上來 不就可以查出它真假了嗎 連祖宗十八代都給它列出來 對不對 那這樣的商品的溯源 從哪裡生產的 一直到哪裡怎麼賣的 中間什麼價格是不是很透明啦 那你想不想參與像代理商一樣的價格 你說很抱歉我們這裡沒有代理商 你自己來搶嘛 我每一個季度發一批貨 每一個季度我又回到二十 再到一百 二十再到一百 一年四次好不好 兩次好了兩次 兩次空間大一點 那你覺得以後還會有代理商嗎 對吧 那是不是在不斷循環 你這樣做生意會不會比較輕鬆一點 會不會比你原來輕鬆一點 那有可能像今天我們大家都坐在這裡啦 假設啦 那大家都是合格的我人的這個公司假設 那可能你是賣茶葉的 你需要茶葉的 你肯定問他什麼時候再上 我們on the table拿一點 拿多少 他給你的不是貨 他給你的一定是票 或者是電子券對吧 或者是合格標籤給到你 你到時候再兌換再買賣 再上系統去買賣 那房子可不可以 能 綠地就是我做的案子 綠地也用了我那個概念 我來講講綠地案例 我們做到按平方米賣的 按到平方米來賣 你這樣一套一套賣對不對 我們是按平方米來賣的 你看喔 我假設拿一套一百平方米的房子好了 一百平方米 在沒有蓋的時候 我現在假設所有手續都做完了 所有的監察公司手續都做完了 我們在上海做這個綠地的項目 做了一個我人的demo 怎麼做的 眾籌 你好你好請坐請坐 所以你會發現 我們假設在沒有蓋房子以前 只有土地款的時候 隨便坐吧隨便瞎瞎瞎而已 瞎瞎瞎瞎 我們假設按照土地款先蓋的時候 我是不是還沒有手續還沒開始蓋房子 可是我土地拿到了吧 土地拿到的價格 平時是房地產的多少比例 我回答你好了 30% 土地是最後的總價格的30% 30%左右 總的30%左右 這時候我的一平方的房子賣多少錢 一千 這裡一千 一千啊 你是一平尺 一萬左右 一萬多一點 按一萬塊錢算的話 那就三千塊錢了 這房子還沒蓋啊 這房子還沒開始蓋啊 好啦 我們帳都算完了對不對 按照這個比例 馬上要蓋完房子了 我們預計房子在一年以內蓋完 我沒錢啊 我小年輕我小鮮肉啊 我剛剛交到女朋友 還沒有開始結婚 但我要存錢買房子 我每個月平均你可以算一個很奇特的案子 像在馬來西亞大概是2比1 什麼意思呢 大概就是一平方的薪水 大概是要兩倍 每平方大概在兩倍 不吃不喝的情況下 這個工薪階層大概在兩倍左右 就是大概在五千塊錢左右 要兩個月才能買一平方 他就可以在市場 剛剛我們講K線市場對不對 我今天五千塊我先買一平方吧 半平方吧 我可以存吧 他是不是有一個到期日啊 他一個到期的開盤日跟兌換日對不對 那我現在完蛋了我只存99平方 我還一平方怎麼辦 那時候你可能就一萬塊都拿不到了 因為這種方式會被炒到兩萬三萬了對不對 你就差一平方嘛 那你只有兩個選擇 第一想辦法借錢買一平方拿一套房子 要嘛你就是怎麼樣 高價賣掉你的99平方 你去模擬一下這個情況 我們最後的案子是什麼 就是綠地在沒有開盤以前房子賣完了 我跟你講這idea 你參考看看 我能不能一個月一平方的買 我能不能存款 你們是放銀行存錢有利息是不是 忽略不計啦 那一點點不夠對不對 存房子不一樣啊 我存房子平方數一不一樣 不一樣嘛 一平方一平方存 存了兩年雖然不多 存了48平方還差52平方 那個時候怎麼辦 怎樣都要買 怎樣都要買 對啊有些人的心態是怎樣都要買 我銀行貸款都不可以 反正我有房產了嘛 這是可以的吧 第一個方法是 壓力太大了 反正我現在一平方已經存了48平方了 48平方我一平方可以贈一萬 我就等於這兩年我贈48萬 我才投24萬你幹不幹 因為有人要嘛 因為總的房子的平方數就這麼一點嘛 這個樓盤一萬方圈一萬方圈 五萬方圈五萬方圈是固定的嘛 按照法律規定沒有滿這個登記的平方數 你是不能拿房產證的嘛 那你回答我 你是做這一行的 能幹嗎 沒想到吧 我們就是這麼解決問題 所以各位在做企業的時候一定要思考一個問題 不要把眼前的難處擺在桌子上 有時候讓自己活潑一點 爬到桌子上看一看上面還有什麼 不行我們就蹲在桌底下找一找還有什麼 你會找出不同的方法 在找出方法的前提是我們的基礎跟我們的根 要先找到 什麼叫根什麼叫基礎 明明就沒有錢進貨啊 那錢是什麼 是你眼前的基礎對不對 那怎麼把這個基礎解決呢 好 第二個 剛才講到是沒有錢 沒有錢等於沒有什麼 貨 那如果今天你直接有人貨你要不要錢 你不要錢的呀 人家給你貨的你要什麼錢 換個思路吧 又或者不從這裡著手 這裡已經明知道不能著手了 沒錢不給貨的比如說 那我能不能從這裡著手 這叫我們所謂的商業經營管理的基礎 明白了吧 好 講到這裡這樣大家對於企業跟這個審查的部分都熟悉了吧 能幹嗎 你就回答我能不能幹 能幹我還分你一半 這樣都理解了吧 好 那對於我能本身的一些詳細的東西回頭 再給你們一些資料 你們再去看一下 然後定期呢 我會在線上跟大家做那個 行政專員的培訓 基本上是每一個月會有一次的考試 考這個專員 反正也沒什麼錢嘛 你一直考一個政放身上用不用不聽好了 然後門口堆一個照片 來 照片 全鎮專員 什麼什麼什麼 好不好看 所以我今天人在開玩笑在大馬做生意啊